大家好,我是GO! 今天呢,我們在雜跑 我們要來市內的一日遊 現在這邊呢,是大通公園 因為現在都是雪,所以什麼都沒有 那基本上呢,如果冬天二月來這邊的話 就會有冰雕展可以看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像是這個有凸起來的 本來就是冰雕 對,後面的也是 本來是冰雕 那這邊另外一個有名就是 電視塔上面看街景 這個塔上面是能看到360度的雜貓石的街景 然後發現這個城市是非常的珍奇 其實原來每個邊都相一模一樣 下面就是剛剛看上來的大通公園 在山中裡面有一條直線的那邊 就是大昌山 然後它最有名的就是一個滑雪的條台 中卡以前一樓是資料室跟教室 然後二樓是體育館 在北海道啊,或是雜貓啊 到處可以看到紅色星星的標誌 就是他們的那邊就是雜貓石 在北海道開拓的標誌 像是在小波羅瓶座上面也會有一個五星 就是那邊 這邊很氣派 耶!午餐時間 今天呢,今天呢 要吃雜貓最有名的湯咖哩 然後這家叫做 Sewage 它在網路上的評價非常高 那剛剛進來呢 我們也是排了差不多半個小時的堆 這是我們今天叫的 雞腿野菜湯咖哩 然後呢 我們又多叫了培根跟雞肉串 那咖哩啊 是可以挑湯的 然後還有辣度的 還有飯也要大中小碗 那中午的時段呢 大碗的飯是不用加錢的 先來洗一下咖哩 我今天選的是大辣的 吃起來有點 有麻辣火鍋的香料味 就聞到了 是不會辣 是不會辣 對,我連挑大辣都不會辣 蔬菜都燉得很難 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這雞腿肉超嫩 一波它的那個土肉就分了 土肉一波就開了 好熱 很香,很熱 難怪分數這麼高 還滿有道理的 這是 楊史文秋的掌望台 夏天的話 你會挑麵花 挑跟後面的 炸黃 吃 現在是中間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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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黃 炸黃 這個炸黃農學校的 牛奶餅乾 超級好吃 有試吃就要趕快試吃 你會看到 吃 吃 吃 耶,我們現在來到李小路 就是炸黃最大 最長的商店店 開始逛街 走 好啦,我們剛剛去夾娃娃 我們到了 皮卡丘的點心族 好,它其實沒什麼用 它真的很辛苦 好啦,就這樣 我們再去逛街 李小路逛起來還滿舒服的 因為人有像大阪這麼多 它旁邊幾乎都是藥妝店或是遊戲 然後也有很多吃的地方 這邊是最有名的達摩成吉斯安 它有很多家分店 但是這一家看起來比較小 所以我們覺得這一家很豐富 它是等級少要等級來比較少的感覺 所以它滿多人的 我們是特上羊肉 你看它的頭髮 這裡還有橡皮的羊肉 我覺得吃法還滿有趣的 這家店的好處就是吃東西的時候可以把歪道鎖起來 外面還是會放一個竹竹竹竹給大家看 所以吃完的吃飯都可以下山上 我們可以走啦 羊肉非常好吃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其實蠻單調的 因為它只有羊肉這個品項讓你選而已 然後其他就是小菜這樣子 另外呢它的用餐環境是蠻擠的 雖然就是很衛生很難擠但是蠻擠的 烤的時候那個鍋子離你很近它都會噴到零散 還有就是它沒有衛生紙所以比較麻煩一點是這樣子 其實離小路也沒有像想像中這麼好逛 主要是你可以買其實所有的紀念品跟藥妝 但是如果你想要買一些日本的品牌啊什麼的話 就要去隔壁一條的外國公司街那邊才有 是 沒有 現在在SNOKEY這邊 就是雜謊晚上最熱鬧的地方 然後晚餐呢我已經吃飽了 剛剛跟日本的朋友去吃 超豪華的螃蟹果 現在呢我要在這邊逛一逛然後回家了 好了這就是今天的雜謊師群練 我們將會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